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唐玄宗李隆基是大唐王朝的第六位皇帝 他在唐朝皇室的激烈纷争中脱颖而出 公元712年登上皇帝宝座 十年二十八岁 在历经图治的改革进取中创造了开元盛世 在为四十四年之后 因为安史之乱的爆发而被迫退卫 成为太上皇 公元762年病逝 中年七十八岁 是唐朝二十帝中在位时间最长 也是寿命最长的皇帝 这样叱咤风云的一代帝王 留给黎唐王朝一个由胜而衰的万里江山 也留给了后人无尽的思索和凯探 而让人们津津乐道的 不仅是他在政治上的风起云涌 还有他与杨贵妃缠绵肥测的爱情故事 被后世誉为中国古代四大美人之一的杨贵妃杨玉环究竟是如何走入唐玄宗视线的他们的悲欢离合又折射出那个时代怎样的惊心动魄 而要解答这些谜题就要先回到唐玄宗开创的天宝时代 唐玄宗的统治时期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开元时期一共二十九年 第二个阶段是天宝时期一共十五年 在开元时期唐玄宗历经图治形成了政治清明 活护民强的局面 创造了中国古代历史上的黄金时代 开元盛世 而在开元二十九年结束之后 正当大唐王朝各方面都达到精盛之时 唐玄宗为什么突然要改元天宝呢 天宝时期的唐玄宗都做了些什么 他与杨贵妃之间又经历了哪些显微人质的爱情传奇呢 中央民族大学蒙曼副教授走进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 唐玄宗与杨贵妃第一集 繁华寺景代天宝时代 敬请关注 那可能大家要问了 说开元这个年号都用了二十九年了 用得好好的 为什么非要改元教天宝呢 根据这个唐大赵令集天宝改元制以及两堂书的记载啊 说当时呢有一个叫田同秀的小官来给皇帝上祥瑞了 上的是什么祥瑞呢 这个田同秀就讲啊 他在上班的路上在大明宫的丹凤门之上看到了一个人 哎不是看到一个人看到了一个神仙 哪个神仙呢就是老子太上老君 他说呀他听到太上老君在空中跟他喊话 说我藏灵符在银喜故宅 什么意思呢 我藏着一个宝符藏在银喜过去的宅子里 这个银喜又是怎么回事啊 这就涉及到一个传说了 传说当年老子出函谷官的时候啊 函谷官的官令银喜就恳求老子留下点文字材料 那老子呢大笔一挥就是五千个字 就是后来道家也是道教的那个经典道德经 那现在老子在空中喊话了 我不仅留下那么一本道德经了 我还留下一个宝符呢 就在银喜过去那个宅子里头 那田同秀把这个啊 祥瑞汇报给唐玄宗了 唐玄宗赶紧派人去找吧 一找果然找出一个宝符来 好了天降宝符盖元天宝 可是呢我们也要知道 唐朝每年这样的祥瑞多了去了 中国古代一直讲祥瑞嘛 为什么过去有别的祥瑞的时候不改元 非要这个时候有这么一个宝符就要改元呢 改元肯定还有别的原因 我觉得呀啊 这个时候从开元改到天宝 至少还有两个原因 哪两个原因呢 第一个原因 这个时候改元呢 唐玄宗是想逼一逼晦气 有什么晦气呢 我们要知道开元29年的年底呀 李唐宗氏可接连死去了两个重要人物 第一个就是唐玄宗的大哥宁王李宪 第二个就是唐玄宗的唐阁 张淮太子的儿子宾王李手里 这两个人一死 唐玄宗兄弟这一辈就剩他一个人了 那唐玄宗当时也是年纪六十了 弟弟也死了 哥哥也死了 什么时候轮到他呀 他这个心里也是不大自在呀 那这个时候呢 反正到了开元29年年底了 来年干脆改一个年号得了 这是躲一躲这个晦气 这是一个消极原因 那除了这个消极原因呢 还有一个相对比较积极的原因 什么呢 就是到这个时候 唐玄宗觉得一生中所要办的大事 基本上全都办完了 你看太子也选好了 就是李宇嘛 原来的中王 后来改名叫李唐的那个家伙 太子选好之外呢 改下也选好了呀 谁呀 就是李林辅 李林辅这个人又精明又能干 还用柔顺 唐玄宗正用的也是顺心顺手的 他也不想再画了 宰相选好之外呢 内庭的新夫也选好了 谁呀 就是老判官 高律师 其实到开元29年的时候 统非也是 谁呀 就是大名鼎鼎的杨贵飞 我们以后还会讲到 反正呢 这个人生创业时节 基本已经结束了 该办的事情都已经办完了 剩下的时间 需要用来享受生活了 那人生的主旋律发生变化了 这时候改一个年号 不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吗 就这样呢 唐玄宗不仅改了一个年号 叫天保 而且呀 还给自己上了一个尊号 叫做开元天保圣文神武皇帝 这口气多大呀 志得意满啊 经过唐玄宗近三十年的历经土治 大唐王朝出现了空前的繁荣 唐玄宗也表现得志得意满 他这样又改年号又加尊号 是不是太骄傲了呢 蒙曼老师认为 唐玄宗的骄傲也有他的道理 那么这是为什么呢 当时的唐朝到底达到了什么样的状态了呢 我们先看经济 到天保年间 唐朝的经济非常非常的发达 那我们过去就讲过 衡量古代的经济 有两个特别重要的指标 一个是人口 一个是粮食 那当时人口数字怎么样呢 武则天统治结束的时候 唐朝一共有三千七百万人 到了天保元年 已经达到了四千八百九十万人了 那到天保末年呢 唐朝一共是五千二百八十八万人 人口多了 粮食呢 粮食啊 人均人 人均的粮食占有量 当时也上去了 唐朝天保年间 人均粮食占有量有多少啊 每个人是七百斤 七百斤 这是我们建国之后 1982年 才重新达到的一个数字 在古代来讲 那是极了不起的 老百姓 人均粮食占有量上去了 唐玄宗当然高兴 不过呢 他更高兴的呀 还是长安城的粮食问题 彻底解决 那我们都知道长安是首都嘛 官多 兵多 老百姓也多 所以呢 吃粮 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虽然说观众平原号称八百里新川 土地比较肥沃 但是毕竟它的面积有限呢 开元前期的时候 比方说一闹旱灾呀 风灾呀 水灾呀 一有任何灾荒 唐玄宗就得带着整个政府班子 往洛阳跑 不能在长安久住 粮食问题解决不了 那这一直是困扰政府的一个大问题呀 好多大臣也在想办法 那天保年间又有一个人想出新的办法来了 谁呢 就是李林府推荐的那个宰相 牛仙克 牛仙克是用那办法叫做和敌法 和敌法是什么意思呀 就是在丰收的年景啊 由政府大量向老百姓收购粮食 然后荒年的时候再拿出来使用 这个办法非常好 一方面它解决了荒年的粮食问题了 另外一方面呢 它也解决了丰收年景下 骨贱伤农的问题 属于一举两得的事情 那因为有了大量的收购储备嘛 所以呢 长安的粮食问题算是彻底解决了 那从天保啊 从开元后期开始 一直到安史之乱爆发 唐玄宗就再也没有出过长安 那和敌法在长安行之有效之后呢 又迅速向全国推广 全国都在丰收年景下 大量收购粮食 储备粮食 一共储备了多少 天保年间呢 全国的储备粮达到了一亿代 一亿代是一个什么概念 那是当年四年的粮食总碳量啊 国家的仓库里 储备着四年的粮食产量 你想想多大的灾 不都能扛得过去 粮食问题彻底解决 那么粮食是基础 但是我们要知道 一个社会真想繁荣 还得靠物资流通 物资怎么流通了 很多人马上说了 靠驿站啊 其实这还真不是这么回事 中国古代驿站的主要功用啊 是提供啊 公文传递和官员往来的方便 不是给老百姓用的 那官家的驿站不能用 又需要物资流通 怎么办呢 当时私人经营的驿站 就像雨后春笋一样 在各地发展起来 而且呢 这个私人驿站 还是连锁经营 经营什么呢 经营驴 你哪个客观 你到我这驿站住宿来了 我可以给你提供一匹一头驴 你骑着驴走 到下一个驿站 你就可以把驴扔在那了 然后在下一个驿站呢 你再过一个驴 再接着一程一程的走 一头驴一天能走多远呢 也好几十公里了 我们今天看的是不算什么 但是在古代 这个速度已经比较让人满意了 不过我们也知道呀 这个啊 驮人或者说驮少量的货物 驴可以 可是如果驮大宗的货物的话 这驴就不行了 大宗货物运输靠什么呀 主要还得靠水运 当时呢 江南的经济已经发展起来了 像什么铜器呀 丝织品呀 珍珠啊 等等海产品吧 还是江南的好 江南生产的东西好 可是当时呢 这个消费中心在长安 而且流通中心也在长安呢 怎么样才能把江南的东西 给运到长安来呢 当时有一个财政大臣叫伟坚 就开始想办法了 他呢 主持一项大的工程 把从江南 到长安的这个水道 彻底的疏通了一遍 同时还在长安城的禁院之中 挖了一个非常大规模的人工湖 起名就叫做广运潭 这样这个货船 从江南就可以一路开进长安城了 那到天保二年三月的时候啊 第一批货船就要到达这个长安城了 那你想伟坚主持的这是一个动用全国人力物力的大工程啊 现在这个工程终于要见效了 他心里也是非常的高兴啊 想表工啊 想让唐玄宗看一看他有多能干呢 怎么表这个工呢 他就请唐玄宗亲自参观这第一批货物入港 那好 唐玄宗呢 就在开天保二年的三月 就站在这个广运潭旁边新修起来的一座望春楼之上 眼看着啊 二三百只船 而且都是新船啊 就从东南方向往长安开过来 每一个船上呢 都写着江南的一个地面 这船中间装的是大米 两边摆的是啊 这个所在地的各种各样的土特产 每个船前头呢 还立着一个船夫 这个船夫啊 都是头戴大斗笠 身穿宽袖衫 脚踏草鞋 一副江南水乡的打扮 二三百艘船连在一起 那也是好几里地了 这么多船总得有一个领头的呀 这领头的船呢 啊 站着一个烧工 这个烧工更不一般了 他穿着一个啊 水绿色的露出一只胳膊的这种短衫 然后呢 披着一个紧半壁 就相当于咱们现在说织紧的小砍尖 然后头上系着一个红布条 就是红抹鹅啊 站在第一艘的船的船头 就奔着这个望春楼驶过来了 再往这个小伙子身后一看不得了 后面还有一百个美女呢 这一百个美女都是盛装搭扮 跟仙女一样坐在这个小伙子身后 那唐玄宗一看这多靓丽呀 心里正在那赞叹呢 这个小伙子呀 就已经开着船 到了这个望春楼下了 就忽然唱起歌来了 唱的什么歌呢 德宝红农也 红农德宝耶 坛里周传闹 扬州同气多 三郎当殿坐 听唱德宝歌 他唱一句 后面那一百个美女就喝一句 多热闹啊 那唱的到底是什么呀 咱们解释解释 德宝红农也 红农德宝也 是说的头一年改元天宝 得到宝福那件事 皇帝真的从红农得到宝贝了吗 真的得到宝贝了 传里周传闹 扬州同气多 今天广运谈为什么这么热闹啊 是因为从江南 从扬州地区运来了大宗货物 这个货物呢 又以同气最为精美 最为著名了 最后一句 三郎当殿坐 听唱德宝歌 三郎是谁啊 李隆基啊 唐玄宗啊 他不是排行第三吗 亲切的管他叫三郎 三郎坐在大殿上 就听我唱一首德宝歌吧 那唐玄宗一看啊 唱的这么亲切 也是哈哈大笑啊 两岸老百姓的欢呼之声是 一浪高过一浪 这就是唐朝历史上大名鼎鼎的广运谈盛会 当时啊 整个国家的繁荣复述 通过这次盛会就得到了一种全方位的淋漓尽致的展现 谁说这不是雾花天宝 盛世风流 有历史学家认为 开元天宝时期 唐朝的繁荣是中国历史上任何朝代都不能比拟的 它是既汉武帝之后 中国古代社会的第二次繁荣 也是中国古代社会发展的巅峰 那么圣堂气象在蒙曼老师看来还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那既然社会也安定了 生活也富裕了 大家就安心享乐了 所以当时啊 这是歌舞盛平 各种各样的娱乐活动都有市场 那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是什么呢 天宝年间啊 最流行的娱乐活动是斗鸡 因为唐玄宗是属鸡的 他特别喜欢玩这个斗鸡 上行下校 全国跟风 都玩斗鸡 那好多人为了买一只斗鸡 宁可倾家荡侃 当然呢 这个都是玩这个斗鸡 那穷人和富人境界肯定不一样 最有本事的那是唐玄宗了 他是皇帝嘛 他专门在宫廷里设立了一个鸡房 专门养斗鸡的 挑了一千只斗鸡 搁这房里了 这一千只斗鸡都是什么样的呀 各个都是金毫铁鸡 金色的那个羽毛 钢铁一般坚强的爪子 这是一等斗鸡 那为了伺候他这些宝贝鸡啊 唐玄宗呢 还在晋军子弟中挑选了五百个青少年 给他这些斗鸡当保姆 你看一千只鸡五百个保姆 一个人就带两个斗鸡 那唐玄宗有本事啊 可是呢 一般老百姓他没这么大力气啊 怎么办呢 有钱人家当然也是花钱买一个 还像点样子的 那穷人呢 就买不起真的斗鸡了 只能玩那种木头鸡 可是就在这些玩木头鸡的穷人里头 涌现出一个真正的斗鸡人才了 谁呢 这个斗鸡高手 名字叫做贾昌 本来也是军人的孩子 家里穷嘛 小的时候呢 就在路边拿两只木头鸡在那玩 正好有一天 唐玄宗出去巡游 看到贾昌了 你看那小孩玩木头鸡 都玩得那么有模有样的 就特地下令 把他给吸收进那五百个斗鸡小儿之中了 这一年贾昌多大呢 才七岁 别看是个黄口小儿 这个贾昌对斗鸡是很有天分的 这鸡是什么性格 什么品鸡 他打眼一看 就能猜个八九不离十 所以呢 进入斗鸡坊之后 很快就成了这五百个斗鸡小儿的头了 那鸡啊 一经过他的条理可不一样 每次斗鸡比赛一结束 这些鸡呢 都按照成绩排名先后 在这自动排队 强者在前 弱者在后 鱼贯而行 自动自觉的排成队 回那个鸡舍 大伙一看这贾昌把鸡训练的比人还聪明呢 给他起了一个外号 叫神鸡童 那贾昌十三岁的时候啊 他和他父亲呢 一块陪着唐玄宗出行 在路上 他父亲就发疾病死了 那唐玄宗当时非常宠这个贾昌啊 就特地下令 他父亲啊 这个灵鹫 回到长安 这一路的传递 以及回去的安葬费用 统统由国家负责 这是一件何等风光的事啊 所以啊 当时人看贾昌因为斗鸡 也揍了运了 也红得不得了 就编了一首歌来唱他 这歌是这样说的 生儿不用识文字 斗鸡走马 胜独处 贾家小儿年十三 处贵荣华 待不过 充满羡慕之心 那这么狂热 当然是有点过分 但是咱们也知道 娱乐业发达 本身就是社会繁荣的 重要标志之一啊 俗话说 月圆则亏 水满则亿 在大唐盛世繁华的背后 也隐藏着种种危机 有很多历史学家认为 天保时期 也正是唐玄东统治 由盛专衰的时期 那么 在这一时期 究竟出现了什么状况呢 首先 唐玄东本人 对政务 没那么热心 按照当时的说法 叫做倦于万机 对于日理万机 感到厌正 那大家知道 开元盛世当时能够出现 是和唐玄东本人历经图治分不开的呀 开元初年的时候 唐玄东为了选一个豪宰相 那往往是夜不能寐呀 可是天保年间呢 唐玄东就没这劲头了 天保三宰的时候啊 唐玄东呢 曾经有一次跟高丽氏闲聊 他就讲啊 朕不出长安近十年 天下无事 朕欲高居无为 西正势为李府 克鲁 说我啊 没有离开长安城 已经将近十年了 天下呢 也还真就平安无事 所以从此以后啊 我就想清静无为 我想啊 修身养兴兽 我就想把正事 全部委托给李林府干 你看好不好啊 他这样问高丽氏 高丽氏是一个 头脑很清醒的政治人物 他一听皇帝这样想 他觉得很不妙 马上就就跟皇帝讲啊 他说啊 天子寻寿 古之之语 且天下大帝 不可假认 比威士继承 谁敢复义之语 说天子不能老呆在京城里 他应该在全国到处的寻世 这是古代留下来的制度 肯定是有道理的 更重要的是啊 皇帝绝对不能把权柄 随随便便交给哪一个人 如果你把所有的权利 都交给别人了 那么这个人一旦养成自己的权威 你皇帝很可能也就驾驭不了了 那大家说高丽氏这样说 有没有道理啊 非常有道理啊 句句都是好话啊 唐玄宗应该怎么办 如果这还是开元年间的话 唐玄宗应该把这些话呀 好好的写下来 然后贴在玉座旁边 天天提醒自己 可是这时候已经不是开元年间了 这是天保三载了 唐玄宗不仅没有听进去 他反而生气了 变了脸色了 那高丽氏是一个谨小慎微的人啊 一看皇帝变了脸色 他马上吓得就跪下了 跟唐玄宗说呀 陈皇帝发望远 罪当事 说我罢昏了 胡说罢道了 我真是罪该万死 陛下饶了我了 唐玄宗一看高丽氏跟了自己这么好几十年了 吓成这样 也赶紧安慰他 还赐给他一杯酒喝 可是高丽氏呢 酒是喝了 万岁也是喊了 心里啊 可就真正明白半君如半虎的道理了 从此 他在唐玄宗面前说话 就再也不敢这么坦率了 这是一个倦于万机的例子 不过我们也要知道 唐玄宗本来就不是那种势必公亲型的皇帝 他习惯的是选一个好宰相 然后为任责成 所以这时候他自己厌倦于做事了 如果能找到一个好宰相的话 应该说正式也不会太坏 可是我们要知道 天保年间政治方面的第二个大问题 恰恰就是宰相也失去了这个问题 也只懂得不全保卫 天保年间的宰相是谁啊 就是我们提到过的李林府 那我们想想开元初年 唐玄宗任命姚宠当宰相的时候 怎么样啊 姚宠一上来先说 陛下我有十个条件 你答应我就干 你不答应我还不伺候 姚宠为什么这么硬气啊 其实就是因为他有政治理想啊 他觉得当宰相就是要为国家谋福利的 如果不能谋福利的话 这个宰相不干也罢 换句话说 在姚宠心里那是设计为重 官位为亲 可是现在李林府不一样了呀 李林府只要能够顾全保卫 让他干什么事都行 那怎么样才能保住他这个相位呀 首先当然是要讨好皇帝嘛 那就是花大把的时间精力金钱 去买通皇帝身边的 宦官啦 妃子啦 这类亲近的人 每天对皇帝的一举一动 所思所想了如指掌 好了提前知道皇帝的想法了 第二天一上朝 唐玄宗这还没开口呢 李林府抢先把皇帝要说的话给说出去 唐玄宗一看行啊 从来没有一个宰相 能跟我这么保持高度一致 这难道就是心有灵犀一恋通吗 对李林府是超级满意 那当然我们也要知道 想保住位子 只有皇帝喜欢你还不够 你还得确保 没有人在皇帝面前说你的不好 要上下一致喜欢才行 那怎么样才能够保证 没有人在皇帝面前说李林府的不好呢 李林府想来想去啊 觉得建官最危险了 建官最有可能说他坏话了 为什么呀 建官的职业 或就是挑别的刺儿吧 怎么样才能确保建官不说话呢 李林府刚当上 中书令不久 马上召集建官开会 但他们说呀 今民主在上 群臣将顺之不暇 无用多言 诸君不见利账马峰 十三品料 一鸣折翅去 会之何解 什么意思呢 说如今呢 陛下是个民主 我们这些做大臣的顺着他就行 哪轮得着我们说话呀 众位你们没有看见过 仪仗队里那些马吗 他们可是吃着三品的饲料啊 养尊徒优啊 日子很滋润 可是哪天只要他敢叫唤一声 保证就要从仪仗队里给踢除出去了 那时候日子可就苦咯 后悔可都来不及了 什么意思呀 就是威胁这些建官呢 告诉他们 你们啊 就像仪仗队里的马一样 做做摆设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乱说乱动 你要敢乱说乱动 我就有本事把你赶出朝廷 那时候你就会之无几 那好了 建官一看 宰相说出这样的狠话来了 谁还敢乱说话呀 皇帝已经不勤政了 宰相在一位巴结 在一位的排斥不同意见 这政治不就要开始走向混乱 这是第二个问题 宰相也出问题了 经过多年的历经统治 到了天保年间 步入老年的唐玄宗 慢慢失去了锐意进取的精神 整个身心进入懈怠的状态 而这时的宰相是号称口密附件的李林府 他的目光和心机决定了宰相班子也出了问题 但蒙曼老师认为 这时期除了政治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也直接导致了天保时期的衰落 那么 这一问题会是什么呢 第三个问题是什么呢 开元后期来至天保年间 不光是政治出问题 社会还出问题 社会出什么问题 上层人物追求奢侈腐化 社会差距 拉大 那我们都知道 开元初年的时候 整个社会崇尚艰苦奋斗 开元二年 唐玄宗为了表示自己不喜欢奢侈享乐 把后宫里那些金器啊银器啊 都给搜到一块 给交到国库去了 那国库给融化一下吧 融成这个金砖银砖 藏到国库里就好了 我们不使这些东西 那金银器都被融化了 朱玉锦绣这些奢侈品怎么办呢 那些就更惨了 唐玄宗直接把它拢成一堆 放在这个殿亭之前 一把火烧了 虎门硝烟一样 表一个态 我当皇帝的不喜欢这些奢侈的玩意 那有皇帝做表帅嘛 上层人物呢 也得纷纷表态 都是表示要节俭 那可是呢 到了开元后期 乃至天保年间啊 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 上层人物就再也不这么节俭了 奢侈腐化就开始蔚然成风了 咱们还是先从皇帝讲起 当时财政大臣为了讨唐玄宗喜欢 在这个正常的国库之外呢 又给他设立了两个私人仓库 一个叫穷林库 一个叫大营库 还跟他讲啊 这两个库里放的东西 可不是那些正常的税收 这都是结余啊 额外的税收啊 反正呢 跟这个国民生产生活无关 您随便话 皇帝有了两个自己的私人仓库 那就阔绰了 赏赐起人来 可就没有节制了 皇帝阔了 整个皇族也跟着阔呀 唐玄宗的兄弟 生活都非常的奢侈 举个例子 唐玄宗的大哥宁王 宁王李宪当年不是啊 把这个太子之位 让给唐玄宗了吗 唐玄宗一直挺感激他的 他这人在政治上从来不多说话 唐玄宗对他特别满意 特别满意 生活上就要多关照他了 怎么关照呢 唐玄宗觉得呀 天下的美食 只有御厨里做出来的才是最好的 大哥居然给我这么多好处 天天要御厨给他送饭去 那皇帝赏赐精美饮食 宁王这得做笔录啊 一年笔录下来 接受了唐玄宗多少次饮食的馈赠呢 三百多次 一年一共才三百六十五天 那不就等于唐玄宗差不多天天给他大哥送饭吃 宁王吃的奢侈一点也罢了 玩的也奢侈 精致 宁王喜欢玩什么呢 他这人就爱养花 后花园里种满了七花一草 他就怕这个鸟飞过来呀 把他这些宝贝花给糟蹋了 怎么办呢 他就在花园的上空用丝线织成了一张大网 可是光用丝线支撑网 这个网松了吧 这个鸟会飞进来 如果网真的太密呢 又不透阳光 怎么办呢 他在网上啊 又坠上了不少小精灵 那好了 这鸟一下来 只要一碰那个网 这鸟就叮了刀乱响啊 那鸟不就吓得飞走了吗 他的宝贝花就保住了 那你看看差别多大呀 开元初年的时候 是皇帝把后宫的金银器都送去销毁 现在呢 是宁王花园的上面 都挂满了小金粮 那皇帝的兄弟这么奢侈 女儿也不甘落后啊 唐宣宗开元初年的时候 对公主们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 公主呢 只有啊 哪一家只有三百分户 日子过得不太富 可是到了开元后期 乃至天保年间 这分户啊 就从三百户涨到一千户 工资涨了三倍啊 那平常的赏赐更是不计其数 好了 公主有钱了 开始攀比了 攀比什么呢 唐宣宗的公主攀比孝心 怎么表现孝顺啊 他们的爸爸整天给宁王送好吃的 好 他们也从宫外头整天给爸爸送好吃的 不过公主给皇帝送吃的 这不能叫送吃的 这叫进食 或者叫做上食 这上食上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 唐朝也没有菜谱留下来 我们也不知道 不过呢 司马光在资质通鉴里记了一笔 说每一盘的折费 中人十家之产 一盘子的费用 就相当于中等人家十家的产 那公主们来上食来了 皇帝这也不能无动于衷啊 得派人接啊 怎么迎接呢 有一次一个中书社人赶上了 他下班正好是公主上食 你看那场面可太大了 前面好几百个小宦官作为先导 每个人手里都拿一个大棍子 干什么 清道 老百姓谁要是这时候出现在路上 你倒霉了 要是躲闪不及的话 马上就挨几棍子 那那个中书社人是一个文官嘛 平常疏于锻炼 这个腿脚也不太利落 那天也没少挨了棍子 那大家看皇帝这么奢侈 王公大这么奢侈 公主也这么奢侈 这个社会风气就变了 民间的妇人也就看着眼红了 开始斗妇了 当时茶安城里啊 号称有四大妇人 其中首妇姓王明元宝 咱们一听这名字又有钱 王元宝有钱没说话怎么办呢 这宁王不是在花园的上空挖小金灵吗 王元宝啊 在花园的地下铺铜钱 王元宝他们家花园的涌路 全是用这个铜钱夯实而成 为什么要砸铜钱呢 王元宝说呀 下雨天省的鞋上沾泥 这什么话呀 这明明是有钱烧作的 杜甫有两首诗 分别描摹开元时代和天宝时代的 特别有名 第一首 一席开元全圣日 小翼游藏万家事 稻米流之 素米白 公司仓领 巨风时 这是一种上下多么和谐的景象 可是他写天宝时候是怎么写的呢 这句诗更有名了 在座诸位都会背 叫做 诸门酒肉秀 路有冻死骨 高门大院里挑出了酒肉的香味了 而路边就有冻饿而死去 虽说路有冻死骨夸张一点 可是中国人讲究的是 不幻挂而幻不军 社会差距那么大 老百姓能满意吗 正因为存在这么多问题 所以中唐的诗人也是政治家 原诊在评价天宝年间的时候 他就讲天宝之计 弃盛而微 什么意思呢 天宝年间社会还在继续向前发展 但是精气神下来了 那么在这一个繁华和腐朽并存的时代 还会发生哪些事情呢 我们下集再讲